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本月5号原集 13号举行赞颂典礼及土皮大典 各界纷纷表达不舍与哀悼 知名企业家李开复在脸书发文 以缅怀星云大师 他曾助我穿越逆境 大师精神永存为题向大师执意 他表示 想起多年前人生陷入逆境低潮时 有幸接受星云大师的开示 豁然开悟至今仍相当受用 他写道 与星云大师的缘分始于2015年 我去佛光山拜见星云大师 并在佛光山小住了几日 有一天被安排跟大师一起用早斋 饭后大师突然问我 开复有没有想过 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李开复回答大师 最大化影响力 世界因我不同 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 就看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 影响力越大 做出来的事情就越能够发挥效应 没想到大师听完笑而不语 陈寅片刻后说 这样太危险了 大师开示 我们人是很渺小的 多一个我 少一个我 世界都不会有增减 你要世界因我不同 这就太狂妄了 一个人如果老想着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你想想 那其实是在追求名利啊 问问自己的心吧 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 李开复表示 听到这里 简直像五雷轰顶 从来没有人这么直接 这么温和 而又严厉地指出我的盲点 大师又继续说 人生难得 人生一回太不容易了 不必想要改变世界 能把自己做好就很不容易了 要产生正能量 不要产生负能量 李开复说 大师的话语 我虽然记住了 可是我并没有完全明白 也没有完全接受 甚至还有点不服气 又有一天 李开复请教大师 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面对社会上的恶 大师还是以一贯平和的语气 回应说 一个人倘若一心除恶 表示他看到的都是恶 如果一心行善 尤其是发自本心的行善 而不是想要借着行善 来博取名声 才能导致社会 对社会产生正面的效益 李开复问 可是 如果看到贪婪 邪恶 自私等负面的事件 又该怎么办呢 大师回应 要珍惜 尊重周遭的一切 不论善恶美丑 都有存在的价值 就像一座生态完整的森林里 有大象 老虎 也一定有蟑螂和老鼠 完美与缺陷 本来就是共存的 也是从人心产生的分别 如果没有邪恶 怎能彰显善的光芒 如果没有自私的狭隘 也无法看到慷慨无私的伟大 真正有益于世界的做法 不是除二 而是行善 不是打击负能量 而是弘扬正能量 追求最大化影响力 最后就会用影响力 当借口去追求名利 不承认的人 只是在骗自己 李开复写道 星云大师的尊尊引导 让昏溃的心灵 醒了过来 不见可遇 使人心不乱 不凡不乱 就不会带来身心的压力 就是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时至今日 星云大师的心灵引导 依然犹言在耳 向指路明灯 一直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在此借由媒体 对星云大师的评价 从山林到人间 从传统到现代 从顿世到旧世 从幽怨到喜乐 从寺院到会堂 星云大师堪称此中大者 在山林到尊年 永杨大师堂 下语 夜之后 在柜律